請接牌 台湯寶園 桃園市私立 揭開紅布條 象徵寶貝潛能發展中心 耗費10年募款打造的 菲利亞莊園正式開幕啟用 為了提供更好的環境 來照顧身心障礙兒童和生長青年 桃園在地生長照護機構 寶貝潛能發展中心 因此在巴德潔東路上 外地打造一棟地中海風格的新家園 並在29號上午 舉辦企業典禮與機構18週年慶 寶貝潛能發展中心 董事長王章毅表示 多年來感謝各方支持 才能打造更安全舒適的新家 未來會秉持理念繼續來服務 那這是我們寶貝的創立18年來 在真的 我們有自己的一個新的據點 然後這個家園 也從10年前買地購地 歷經的土地變更 到了我們開始動工 然後中間還有一些 停工的一些狀況 然後到今天終於完成了 很感謝所有社會大眾的幫忙跟支持 然後讓我們未來有一個好的據點 好的地方可以持續的照顧這些 小的朋友大的朋友 然後我也會跟著所有老師跟所有的教職員 我們會針對這個服務 我們會持續把它做好 然後讓未來更多的身心障礙小朋友得到很好的照顧 先啟用的菲利亞中原設有寬敞的教室以及安全的中庭運動空間 可提供生障兒童更好的學習環境 寶貝潛能發展中心也表示 未來會擴大服務不僅提供成人生障者日間照顧服務 也會繼續發展小座所 在二樓規劃餐飲作業區 訓練生障青年具備打掃和烘焙等一技之長 並會安排他們到一旁的實習咖啡廳來工作 希望協助他們未來能獨立生活 那我們這座中原啟用後 我們目前這邊除了有小座所之外 我們幼兒部分也搬遷到這邊 希望他們有更好的環境 像這邊有操場 會有更多的教室空間 他們有一些體能活動都可以很方便的做進行 那我們未來也會成立成人日託的部分 希望服務更多的身心障礙朋友 那我們二樓的部分 還有我們的餐飲作業區 是我們小座所的青年的部分 那青年會負責咖啡調製 或是一些餐點的服務 去讓他們做訓練 然後支持他們有一技之長 那也希望社會大眾能夠多多進來莊園 與我們的身心障礙者做互動 得到他們有更多的社交互動 從一開始照顧生障兒童 到在龜山省立工作坊 培訓生障青年學習製作貝貝塔 包裝豆乳茶 再到如今起用心家園 寶貝潛能發展中心一步步擴大照顧范圍 希望能提供身心障礙族群 從小到大的照顧與銜接 中心表示 目前二樓的實習咖啡廳 開放上網預約定位服務 歡迎民眾實地前來走訪這夠藍白色 地中海風格的新家園 而未來他們也會積極與在立社區合作交流 希望能讓更多人認識可愛的生障者們 剖除大家對身心障礙群的刻板印象 也幫助生障青年未來能在社會上自立 寶貝潛能發展中心 夢想起飛 記住給玉宇婷好美報道